大家好 我们住了几个大棚 住了那个石斧 在前面一点 你看 又还有瘸子 坏了 以前是种瘸子 叫我兄弟留了一个棚给我们 把那个石斧的苗就慢慢刮起来 叫我们前面那个大叔阿姨 他们帮我们把那个跑弯那些 把它判干净 把它拿到外面了 这个瘸子 把它弯弄 然后师傅就在这里 这个喷水的 很方便的 先把那个苗 主要先把那个苗发起来 把那个苗发起来 然后再慢慢慢慢开枝上叶 越氧越多 越氧越多 更多一点 当盆景还是很漂亮的 开的那个花特别漂亮 就这个营养杯 营养杯把它放下去 再搞点这个雾穴 可以 你看 这个就是伏鸟 好 这个要多重一点就下去 这个有给你给它滚 这个就差不多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时候就一盆盆就要端起来 那时候挡到了这就可以分支 一颗颗就慢慢分出来 真的很漂亮 这个就是肥药 这个是有机会 放点水 就这样放点就可以了 一撒水的话在这里就可以了 太漂亮了 把它端进去 这袋子买大了 这是用那个生根水泡了一下 夹得住 现在太中午了 准备先回去吃完饭再说 珍珠就可以了 珍珠很漂亮 就真的像个成品一样 本来这两颗就行了 弄一点点的够 但是现在这个盆子不够 杂子也不够 鸟也不够 所以先种多一点 就像这样子 到时候我们在那儿分 分支把它分出来 先回去了 你看这个清醒已经涨出来了 好大 那个有一个 哇 上次都是 你看 今天我们找到就这个 这个棕花 这个棕树 棕树花 太老了 这两个 看前面有没有 有嫩的 有嫩的 你看这个 都那么老了 那可是很嫩的 这个是好多 肉 一碗上运动 哇 霍卑 有两个졌 home 看 这两个平面有 你看 两个 困棋 高点拉了来潮一下 可以的 这个 直接切片 过一下酥 这个也是一道美味来的 这个像不像鱼籽酱 这个吃起来好苦 但是很开胃 像吃苦嘎一样苦 先把它放在水里面 把这个鱼切碎 这个是腊鱼 这个已经好了 水够好了 这个要冲一下水 才没那么苦 这个好苦 加点酒 先把这个鱼放下去 把这个中花放下去 好了 煮好了 这个料 放下去真好 你看 看得起来很漂亮 这个就是中花炒腊鱼 本来炒腊肉的 腊肉没找到 找到一条鱼 嗯 还可以哦 有点苦 这中花是有点苦的 这个腊液 腊液很不错 吃完饭我再去种点那个食物 马上就种完了 今天下午应该就可以搞定 等下种活了 再把它慢慢分支分支 又分又懂 这食物全部都开活了 叶子都清的 过几天再来看一下 看看他们的长势怎么样 如果会发芽的话 应该就火了 都很漂亮 谢谢 好了